我敢打赌,这句话将会是2023年最流行的一句话,是家人朋友同事千万不能聊,一聊肯定翻脸的话 很简单,就九个字,看,这就是放开的代价 言外之意就是说呀,你们不是哭着闹着要放开吗?放开后比放开前更难过 还真硬了那句老话,普通人的恐慌就是作恶者的宝藏 先讲两个颠覆认知的常识 第一,最容易感冒的并不是冬天 因为热有空调,冷有地暖,还可以及时增减衣物,并没有那么可怕 可怕的是突然冷又突然热,那不发烧才怪 第二,最害怕感冒的不是老人和小孩,而是老板 是那些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外面还有很多张嘴等着要吃饭的中小企业主和夫妻店的小老板 身体的感冒还有药可治 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打不上针,应该早有预料 吃不上药,那就只能说明啊,这三年下来,宁针是一点寄信都不长啊 家里是一点余粮都没有啊 当然,我说的余粮可不是莲花清闻和抗原检测 呼吁放开是要过正常的生活,是能够正常的上班上学就业就医 不是呼吁躺平,更不是呼吁医疗挤兑啊 所以身体的感冒并不可怕,生意上的感冒才是说垮就垮 因为决定企业的选择叫预期成本 翻译下就是企业最怕折腾 如果动不动就按下那个暂停键 那原有的订单就完不成,未来的订单也拿不到 老板们就没法提前安排企业就不知道该如何操作 没了企业,那哪来就业 没了就业,那不惜一切代价的代价也没了 那还拿啥不惜呢 所以啊,一放开就有地方政府组织企业抱团包机 出国去抢订单 虽然是有点行为艺术啊 你想啊,现在去抢订单 人家该放假的放假 没放假的圣诞节前呢 库房也是该满的早就满了 不满的也补不上 有个常识是外贸订单的采购 一般是集中在四月和十月 而另一方面呢 原来的三星夏浦松夏 据说连现在的苹果产业链都在往外转移 这种反差确实太强烈了 当然包机还是有意义的 说明现在还出得去 也回得来 同时啊,还释放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 您知道是啥吗 我是定风波 下回咱们接着说 这个确语